鹿江村的清早 如烟的水汽刚刚从江面退去 鱼猎小岗的南尖头 又开始了尘补的场面 鹿江村 位于辽宁省的最东端 这里山水缠绕 古朴自然 绵绵的鸭鲁江水 滋养着世世代代的鹿江村人 故而如画的边陲古村 自古被称为鹿江村 我所在的位置 就是辽宁省丹东市宽涅县鹿江村 鹿江村南与吉林省接壤 北与朝鲜隔江相望 不仅是两国两省的交汇之处 也是鸭鲁江与浑江的交融之地 独特的地理地貌 让鹿江村保留着完整的自然风景 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过着一幅自给自足 室外桃源般的生活花卷 在鹿江村 半水而居的人们 有一半底捕鱼为生 而在这些渔民中 康允省是数得上的行家里手 老康十几岁开始打鱼 一晃四十多个年头 从蒋生中划过 如今五十八岁的他 依然摇着一对老鲁 穿行在鸭鲁江上 不知道自己往那打几条 打鲤子 爪就是打鲤子 宽店是辽宁省 第一淡水资源大县 流经鹿江村的鸭鲁江水 平均深度七十多米 孕育出近九十种的鱼类 有以鸭鲁江搬贵 江里细林鱼文明 不同于其他的 当年捕捞的淡水鱼 鸭鲁江鱼往往是两年生 独特的水域与时间的孕育 令这里的江鱼 成为了渔民的骄傲 因此每一次收莽 对老康来说 都是充满未知的期待 我打的鱼 属于是跟我父亲学 我父亲就是老爪鱼 下学以后 出门打工也不行 就是和爪鱼维持生活还是挺好 看下有一条鱼冬它们 看下有一条 哎得一条鱼子 还行没空 这条鱼能有溜进来的油啊 沉淀了一夜的鱼 只打捞上来一条野生鲤鱼 这让老康看上去 有些失望 老康捕的鱼是六斤多重的分量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老康说 这条大鱼它并不打算卖掉 而是要把它 有靠水吃水的鹿江村人 自然对水有着独特的情感 宽阔的江水滋养万物 物因水而圆起 水因物而灵动 彼此交融 生生不息 眼泗 啊 我看下